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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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发酵母4克 温水150克 搅拌均匀 加入糖1克 搅拌均匀 高筋面粉250克 酪梨油10cc 搅拌均匀 盐1.5克 1.4茶匙 搅拌均匀 用手揉到表面光滑 揉到像这样表面光滑 盆光 手光 面团光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让它醒面10分钟 现在已经过10分钟了 我稍微长大咯 我们把它分成两等份 现在已经分成两等份咯 每一份都把它滚圆 两个都滚圆了 把它压扁 压成披萨的形状 现在两个都压扁咯 放到温暖的地方 把汤发酵到两倍大 开火 番茄末110克 洋葱末45克 意大利香料2分之1茶匙 黑胡椒粉2分之1茶匙 搅拌均匀 把它煮到稍微干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简单健康的披萨酱 煮到像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是面团发酵30分钟之后的样子 将烤箱预热到200度 准备一根叉子 插出一些洞 再表面均匀的插一些洞 可防止烘烤时 表皮中央凸起 现在在等烤箱预热好的时间内 我用盖子先把它盖起来 避免干燥 发的好可爱喔 饼皮放到烤箱 用200度烤10分钟 准备一碗泡面 调味粉加半包 油也加半包 加入热水 让它泡两分半 不要泡太软喔 已经两分半了 我把泡面沥干 把泡面沥干备用 我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包 桂冠出的韩式包馅年糕 我要把它加到披萨上面去 这里有16条韩式包馅年糕 加入热水 让它泡一分钟 已经泡一分钟了 把它沥干 沥干备用 这是烤好之后稍微放凉的饼皮 现在我们来放上披萨酱 放上一些起司丝 帮助黏住馅料 少许就好 放上沥干的泡面 放上韩式包馅年糕 年糕 年糕都排好咯 表面再放上起司丝 放好起司丝咯 非常丰盛耶 200度烤10分钟 烤到表面金黄色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热推的方式 先按住第一个留言 往左推 按下热推 下面热推880分 按下去就可以咯 再次请大家帮我热推 谢谢大家 出炉咯 现在赶快趁热来吃看看 来拔一颗看看 哇 里面有包起司耶 超柔软 超Q的 不要再流口水了 有兴趣的话 跟我一起动手做班